大家好,我是 Raymar Z3系列的相機,以往一聽到 通常都是感覺比較入門或輕便攜的VLOG相機主打拍片功能 而今天我們在這裡有一部新的Sony相機發佈 在我手上這部Z3-E1 對比之前Z3-E10一部可換鏡頭的APS-C相機不同的位置 是今次再升級到Full Frame全篇幅的Sensor Size 而它是一部1200萬像素 是有A7S III級別的低光拍攝能力 加了不少針對拍片的AI功能 所以很可能針對拍VLOG或拍片 是對於一個人操作時帶來一些從來都沒有想過的拍攝可能 那有甚麼操作功能呢? 我們現在就一邊走一邊看吧 機身設計上這次Z3-E1機身 到底是多小還是多大? 整個Line-up現在有Z3-1F 我自己思貨的Z3-1 其實跟A7C差不多大小 而實際的機身重量是483g 還有現在這個畫面可以看到機身參數的大小尺寸 那不再多說 這部機最大的重點就是 裡面的Sensor是一個1200萬像素 就是專打拍片的Full Frame Sensor 明顯Sensor Size會大過APS-C Crop Sensor的SF-A10 一大截的 所以加上1200萬像素 拍攝4K片的時候就不用做到Pixel Pinning 可以直接出到4K的畫面 那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有15級以上的動態範圍 以及ISO是由80至49600 其實是跟之前的A7S3是同級別 再加上這次機身的硬件 又用到新的BIOZXR的處理器 是跟剛剛發布新的那部 加入AI功能的A7R5是一樣的處理器 好了 又在拍片上面 首先有反螢幕 也是標準東西來的 拍片的格式方面就在影片settings這裡 它拍到最高有140Mbps的42210bit畫面 以及有60p 根據我了解它大概6月的時候 會有一個軟件性改善 做到4K120 而1080p就有一個240fps的慢鏡 至於實際有些什麼 這部機才有的拍片功能呢 它也是作為ZV系列相機 它有一些特定的加入了功能 就像之前的ZV-E10和ZV-E1一樣 有一個Product Showcase的功能 而在一個新機上有一個觸控操作介面 可以按下去 就有一個產品展示設定 這個功能就是拍片的時候 設定了腳架 去認物件而不是認人樣的 可能好像現在畫面這樣 我Showcase一個鏡頭蓋 它就會認鏡頭蓋 而不是認我畫面裡面我的人眼 它prioritize 了在物件上面 在拍片 好像我一樣拍Product Showcase 或拍Review的時候 都很有用的功能 另一個是上次A7R5增加的 識別目標的功能 今次都是有動物 有鳥仔、昆蟲、飛機、汽車 還有人類 都是用AI去認物件的 一個tracking focus的功能 在這邊還有指向性的收音咪 ZV-E1都有三個收音咪 但在這個設定 就有一個所有方向的設定 有後方 就是好像現在我HOLD CAM的時候 它將指向性收音向後 就錄我講話 或者自動它就因應現在環境 指向性收音在哪個方向 或者是向正面就向前面 這個模式就是我自己VLOGGING的時候 收音咪就向我自己正面 至於看實法效果之前 還有其他機身按鍵 在這裡 都是ZV系列的濾風罩 濾風罩 是HOT SHOE為之 是一部這麼高階的相機 當然也是一個MI的HOT SHOE MULTI INTERFACE的HOT SHOE 而在這邊就有一個快速的搏劑 在這個拍照 是一部拍到相機的相機 接著有拍片 還有S&Q 至於在這邊的手柄位置 因為都是一部高階的相機 所以是做得比較深 手握的感覺不錯 因為機身比較輕 但是它大量的塑膠感 都是ZV系列 其實可能是一個特性 始終跟其他Alpha相機系列 A7系列 比較多金屬的物料 在這裡的觸感是有明顯的不同 可能是一個可惜的位置 始終它定位比較高階 接著這邊 Shutter button 都有一個搏劑 它配合Power Zoom的鏡頭 做到電子的光學變照 接著On Off 是用一個搏劑 不是一個按鍵的形式 放在袋裡 就不容易不小心開 接著在這裡有C1按鈕 都是ZV系列的特性 就是Background Defocus 它會透過切換光圈大小 做到一個前清後蒙 或者是前清後都清的 一個細光圈的快速切換的按鈕 如果我想拍到有景深效果 就開模糊的模式 就有大光圈的效果 開回清晰就會整個畫面都清 可能去旅行拍Vlog的時候 拍一些明星建築物會適合用 這邊還有其他按鈕 大同小異 但Anyway 最底這裡是用Z電池 即是跟A7C或者其他A7系列相機一樣的大電 卡方面先找一張卡 卡是插在這邊的 有一個Full Size的大SD卡插槽 它只有一張卡 另外這邊也有Mini HDMI Port 有3.5mm Audio Output 還有Audio Input 和USB-C的傳輸 或者是充電插口 OK啦 那我們看看拍片的效果 好 簡單來說 這次Sony ZV-E1 有1200萬像素 Full Frame Sensor 以及S-Cinetone支援 49600 ISO支援 以及10bit 422的拍片 亦有S-Log3 以及Picture Profile 預設自己導入Lux的Picture Profile 拍片預覽 這類型的功能 以及Sensor的設定 其實是比較接近FX3 以及A7S3 針對拍片的旗艦級相機 而今次在這部機上 就增加了一些 Auto Framing 的AI 功能 類似在手機上之前我見過 但這次換在全蝙蝠相機的畫質上 這個自動剪裁 就像現在的框框裡面 就是出了最終外出的Frame 但我現在一邊移動 它一邊會追回主角 Frame 就會追著主角 去到不同的位置 這個自動剪裁是有3級的 最大等級的剪裁 就剪裁到半身剪裁 但是沒有那麼大頭 或者這個就是全身的 這個就全身 好了 現在就走進Frame 了 它就會自動找到我的位置 Cropping 了 這個位置 有Frame 應該會找到我 然後Cropping 了 現在這個是大頭模式 應該只剪裁我 然後Cropping 了 還有我頭 但Edit的可能再上升 上升 上升 出了河 它現在就去到我這裏 Frame 了 我沒有問題 那這裏我 就去到我這裏 這裏我了 其他的功能上面 還有機身內建五軸五級防震 不過再加上Digital的電子防震 就做到更加穩定的效果 而這次的穩定效果其實是有新加功能的 在SteadyShot這裡除了有SteadyShot Active之外 還有SteadyShot Standard 額外是多了一個Dynamic Active 這個是再多30%的防震效果 但是Crop-in也多了30% 像我現在用這支24-70mm 比較廣闊 可以Crop-in的範圍比較多 就可以試用這個防震效果 不會太close-up 但又有一個好一點的防震 現在20-70mm 鏡用最廣闊的20mm 再加上Dynamic Active的動態補償 一邊走下樓梯試試 在拍攝設定中的第八項 影像穩定 取景穩定 新加的功能 它就會自動偵測到畫面有沒有一個明顯的主角 然後它就會framing了主角在中間 像我這些follow through 或是水平一起走的鏡頭 它就會很穩定地把我主角 在framing的同一個位置 就不會偏離太多 開了之後 它會有眼睛追焦和人面追焦 它就可以找到主角 再按它一下就會有追蹤和無光值的平衡 我試試刻意弄歪一點 我和感應器就會感到中間 我試刻意弄歪一點 我和感應器就會感到中間 現在找到人像的主角 我現在試試不挑相機 但畫面有少少幫我挑了過去 最後是ZV-E1 在香港的定價 剩下的機身是$16,990 其實無論以ZV系列的相機 還是以Sony的Full Frame相機來說 都絕對不便宜 它明顯比起相近體積的A7C 貴不少 相約的價位可以買到A74 但不同的地方是ZV-E1 將在設定上一個Full Frame sensor 放在千二萬像素的解像度 明顯是專攻拍片上做到4K 沒有Pixel-binning的極致低光拍攝表現 同時融合了不少AI的功能 以及用到新款的Bion 6R的處理器 有一些AI的功能 以及針對一個人製作拍片的方便操作功能 都是Z3系列獨有 針對ZV-E1 或類近價位的Sony Full Frame相機 應該怎樣選擇 個人認為ZV-E1 適合經常拍片 以拍片為主導 會製作不少內容 甚至是專業內容 但預算未到A7S III 或FX III 這次用1200萬像素Full Frame Sensor的ZV-E1 都很可能在一個專攻拍片上 在低光表現和AI功能輔導上 比較充足豐富的相機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有更多最新手機發佈資訊 以及相機發佈和測試的配備 下次再見 記得按訂閱我的頻道和鈴鐺 有最新片就第一時間看到